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 本季纽约市场上 大座Atlas全新概念车Atlas营地概念车整体发布 新车主导户外风格 主要针对通过性进行的升级 同时配有录音拖车 既外观采用了哑光灰色车身 同时加入了部分城市四条Beastcam专属徽章 并配备了1552品牌的 Trives FX Concept轮圈 与之搭配的是26570R17规格的全地形轮胎 定制越野车身套件由LDRI出品 在HR身高减震套装的加车下 整车升高了约1.5英寸 除了上述主要配之外 新车还配备了LED越野探测灯 带自行车自驾的车顶行李架系统 以及大众官方出品的类似保护配件 动力方面新车保留了原厂动力总成 其搭载的306升自然吸气VR6发动机 最大功率280马力 传统系统匹配8速手机体变速箱和FMOSION时区系统 这次大家觉得好看不? 本届纽约自然上现代Vinio这次发布 两个方面新车采用了现代家属式的设计语言 采用了更加轮廓分明的外观 除了最有代表性的家属式前进一格三外 新车两侧环状的LED日间行车灯 看起来也颇为动感 此外新车还拥有陶瓷白金属银 银和灰等颜色可供消费者选择 同时新车还提供包括侧底后视镜 其外视剑的双色车漆定制服务 类似方面采用舒适简洁的家居风类型设计 同时内部元素采用多边形设计 为新车增添了一时科技感 或是新车配备有8英寸的悬浮式中空屏 下方空调控制按键也融入了小的显示屏 此外消费者还可以选择牛仔布颜色类似 其座椅将会采用牛仔布和人造格的材料 动力方面新车预计将采用1.634港道路机 传动系统与之匹配的是6处手动变速箱或CVT5G变速箱 你会选择它吗 2019上台车站上奥迪RS5 Sportback正式亮相国内 外国方面新车采用了与全新RS5COOP相同的前列造型 采用了搭配银色四板的风卧状6备形前颗扇 前保险杠两侧突破口面积巨大 加方较大的Quarture前保险杠试掉 让它看上去更加运动 视觉效果也更为突出 侧面采用6备式造型线调十分修长流畅 同时相比COOP车型内部空间也会相对更加宽敞实用 此外 大致寸的轮圈标志性的银色外护字镜也透露出新车的运动化气息 尾部变化不大 RS侧型传统的双边共两株式突厌性白机口也出现在新车上 类似方面 整体也用了COOP版的主体设计 采用贯穿式的空调缩口 平底式的运动方向盘 前部式的冲铺大屏 奥底虚拟座舱等 动力搭载了全新的2.9T双方轮增压V6发动机 经过重新调教后的最多功率达到了450马力 风9G为600牛米 双方系统匹配巴素 手CD变速箱以及Quartro市区系统 外方的百公里加速时间在4秒以内 不知道国内什么时候才能买到呢 2019纽约车弹刹 丰田群星一代汉兰达正式亮相 两个方面 其整体造型延续了目前汉兰达魁梧的风格 线练采用了六边形的设计 先隔山为横条波纹造型 隔山顶部有一条镀银丝条 侧面一条笔直的腰线 从前一直把后端一直延伸至尾登出 三样的腰线和下层的侧顶线条 使车窗在后端逐渐收容 视觉效果更加动感 侧位采用了横置的尾灯设计 其造型与海外版的丰田RAV4有着相似之处 类似部分采用了丰田最新的设计风格 中控一键屏采用全副式设计 在北美 派兰达依旧有7座和8座可选 第二排提供两座和三座两种不同的组合 并配备三区自动红条 动力方面新则有传统动力和混动两座选择 传统动力采用的是3.54V6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295马力 混动纽级级约为368牛米 传统系统匹配8数字通编书箱 混动车型采用了2.54杆发动机和两个电动机组成 综合功率为214马力 此外 汉兰达的混动车型也有两区和四区可选 在纽约车展首发后 其将于2019年12月开始在北美交付 感应区的可以关注一下 日期 Messus AMG官方发布了中期改款的AMG GLC63家族的官图 外观方面 作为中期改款车型 新车采用了与新款GLC家族相同的新样式的前纳灯组 同时植布式的前颗3尺寸更大 贯穿式前包围镜机口 尺寸夸张 看起来颇具气势 车位部分换装了新样式的尾灯组 其内部有两颗换装LED光源组成 看起来更具新意 此外S型车型还将拥有哑光银色四条 后扩散器的 车轮方面 新车标配20英寸或四轮圈 消费者也可以选择21英寸轮圈 车内部分 标配前盘运动座椅 同时升级了奔兹最新的MVUX互联车机系统 类似AMG专属的主题和塞道化功能 动力方面 继续搭载4.03 双轮扎尔V8发动机 标准版车型的最大功率为476马力 封轮扭区域为649牛米 高性能S版车型则为519马力和700牛米 传动系统均配9速手机 双轮扎尔V8和4MTX市区系统 该车将于2019年纽约车展正式发布 这次你喜欢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关注Vidget每天的微信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